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诶 暑假 哦没有他八月要上课 对对对 他八月开始有 就是一些 那个安清班的课 课程 对 那可能就只有 这几次可以参加了 诶 你七月底 到七月底还有机会 不用担心 对啊 因为他这个月 他这个月还没有去上课 是因为他要练跆拳道 对对对 他要前进黑带 对啊 其实他现在在旁边 一直在表演太急巴张 一直在旁边踢木板 以前已经踢破巴张了 对啊 我们今天干嘛乱讲 可以就是借机来回答一下一些 就是五星好评的问题 对对对 大家要记得哦 你们要问问题的话 就是要给五星好评 对 四星三星二星都不回答 对 然后最好是呢 你就在问问题的时候 你就结五星好评 再加上结那个订阅截图 email给我们 我们可能隔天就马上录给你 不用啦 你们就乖乖的在这边留五星好评 我们就会回 对啦 但是这是因为你知道 我们上次就是 有一次是有Porter有帮我们宣传吗 对对对 那一次有突然又是 排名又往上冲了一点 对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订阅真的非常重要 对啊 因为我知道我们其实有蛮多的听众 都是就是始终粉丝嘛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已经在订阅 已经在听了 可是如果排名要往前冲的话 其实是要一直有新的人来订阅 对啊 不然我们的铁粉 每次听的时候 你就先取消再订一次看看 会不会 这样有用吗 不知道 说不定会 你们今天试试看好不好 每个一次给我试个十次 对然后你们看到这朋友的手机 就尤其是iPhone 一定要抢过来订阅拜托 对对 对因为我最近就是跟朋友在聊 因为我朋友现在在香港工作 然后就是他很尽责的没事 就会帮我们宣传我们的节目 就有他在香港的朋友 我不确定他是台湾人还是香港人 但他就说他本来就有在听我们节目 之前也是我的朋友就帮我们宣传 是说就有遇到那种 本来就是我们的听众的 对对对对 对可是我就发现就很妙是 问他为什么我们排名都一直没有冲呢 对啊 我们还是会输给别人 就心里有点落寞 对因为我们有的好朋友像那个 就是一粒百优姐啊 对 他常常都冲到前两百嘛 对 可是就是在这里比较不好意思啊 如果李文成有听的话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每一集的下载数 其实比他多耶 对对对 对所以下载数真的没有办法冲排名 没有办法 对 因为我们的总下载次数其实是很高的 对 就是大家真的就时不时会进来听 然后或是收到有兴趣的话题 你就进来听 对对对 然后就 可是你们要顺便按一下订阅啊 对 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就是听众 因为大家毕竟喜欢韩国嘛 嗯 有很多喜欢韩国的 对 或是日本的 对对对 所以他们用iPhone的比较少吧 哈哈哈哈 不然我真的不懂 对 对 这一直是个谜啦 我们现在只有研究出来 觉得就是按新的人来订阅 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对对对对 没错没错 对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要回答问题嘛 好啊 可以先回答平台好了 对对对 就是我来念一下 对 猫头鹰小姐 她是问我们想要推荐那个看剧的平台 因为她说最近Netflix的新剧不够多 刷来刷去就是那些更新率很低 想要知道有没有其他的追剧平台 对 好 应该是说Netflix我还是觉得 就是她的强项啦 虽然她现在很多新韩剧很厉害 但迪士尼感觉有追上来 哦 迪士尼其实现在是还算蛮积极的 对 你看那个李宗硕的新系也是在迪士尼耶 就是她也是超大咖 然后苏志谢也是啊 对啊对啊对啊 对然后 但是Netflix我还是非常强推纪录片 真的 不过迪士尼也是有一些纪录片哦 我最近有时候也是会看一下 因为毕竟Netflix的我可能大部分都看过了 对然后 所以我就最近有转站看了一下迪士尼的 对 对然后对凯特来说啦 嗯 就是呃 第三名应该算就算是那个 Fight Day吧 对 因为Fight Day其实真的买很多韩重 还有 但是日剧也不少 日剧她也买很快 对因为之前我会 我很多日剧在KKTV看嘛 对啊对啊 但是我后来发现说 就是她的她们日剧跟Fight Day重叠率其实也不少耶 对对对 就是基本上如果不是独家剧的话 其实Fight Day跟KKTV几乎是都会有 对 那现在LINE TV其实也还蛮积极的 因为像最近我们在看的那个地球娱乐室 是LAPD的新的综艺 她其实也是两边都有 然后少女时代那个我忘记叫什么了 哦也是两边 对对 她也是两边都有 也是Fight Day也有 对 LINE TV最近也是很积极 对啦 那LINE TV非常就是值得赞赏的 就是她有自制就台众 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品质也都很不错 对 其实大家我觉得都还蛮积极在经营这一块的 因为OTD平台其实现在真的竞争很大 对 对所以以我们现在的分享就是如果你是以韩剧 嗯韩众为主 对 那Fight Day跟LINE TV都不错 对 那如果你是以日剧为主 嗯 为主 那可能KKTV或者是Fight Day也可以考虑 对对对对 因为Fight Day上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是 她有很多日本电影 对 对 然后我觉得LINE TV还有个强项就是台剧 哦对对对对对 她台剧很多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就依照自己想看的剧 对啊 对就是去去应该你看那一辈上台剧就比较少啦 嗯对 所以我觉得如果 我觉得是要看大家的看剧习惯 因为其实我现在也有在看HBO 可是HBO真的主要就是美剧 对对对对对 有一些听说很厉害美剧还是在HBO上 对对对我前阵子就是 呃在拼那个石女的故事 对那大家想说那么多平台 那我们如果每一种都想看 我觉得你们就是找合购啊 像玛妹都是称她哥哥姐姐 对对我其实我自己买的有几个 然后有一些就是反正她如果是可以分的话 对对对对对 就是不要脸一点去跟人家秤 对其实他们现在几乎每一个都有合购的机制 对然后就可以 比如每个月每一家都是你只有花几十块 然后你每一家可以看到 对啊 因为我觉得没办法 因为就是很各自好看的不一样 对因为他们每一家都是想要抢订阅 所以其实每一家他都会想要去买独家具 对会有他自己的优势 对啊他就是希望你去订阅他嘛 对所以没办法 这真的就是因为现在太多平台了 这就是这个趋势 对而且现在的话也不用等太久 因为其实每年都是双十一的时候 大家会有一个很大的sell活动 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你也可以目前先买你主要的 然后双十一的时候赶快再抢其他的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算你没有要看那么多 我觉得Netflix其实已经很够看了 只是说因为很多类型你可能没接触过 对所以你不会想要去点开来看看 对那我觉得现在你可以去找一些 就是不一样的类型来看看 说不定会是你喜欢的 对对啊这样就可以更开阔你的看剧的那个选择 对对对因为就像凯特不太敢看恐怖片 写新片然后就会选择比较狭隘一点啊 也没有那么狭隘啊一点点而已 对或者是说我们以前就觉得说 我不想看谈恋爱 那又会再更想爱 然后就是像马妹说的 其实我们都可以点进去看看 有时候会有惊喜 对反正你都付钱了怕什么 又不是说你点进去之后要多付钱 对对没错 对啊 然后就是像那辈子上面的一些 我们之前讲过的恋爱巴士等等的实境秀 对啊对啊 对大家都可以点进去看 其实那个都是 那个光点进去看 那个就好几个小时了 对对对对对 好啊平台大概就是回复到这边 对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 比较有趣 对对 他其实之前有问过我们另外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已经有回答过了 他就说他之前是问我们 关于那个韩剧里面喝酒 酒瓶的问题 对对对对 结果没想到 原来他对韩剧有这么多疑问 他这一次就是问我们说 台剧跟电影里面 他就是会有骂人的话吗 骂人的话我们可能会骂什么 一个字啊两个字啊 对对对对对 就是其实台湾骂人的话 还蛮多元的 然后他可是觉得每次看韩剧的时候 都只有一句 西班 对可是我后来的想 我后来想想啊 其实应该算西班已经算是最不脏的 是不脏的 最不脏 或者是说你要应该是说 在脏里面 又不要太脏这样 因为他们平常啦 其实我觉得韩国真的是儒教国家 对 因为他有个疑问说 是不是政府的规定里面 比如说那个里面不可以骂人 骂太脏之类的 那也有 因为他们的审查还蛮严格的 就是不可以 因为他们像我们看剧之前 都会有所就写什么 比如说十九禁啊 之类的那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 他可能就是不要弄到限制级的话 就不能骂太脏 但是你又要有一些 真的是不良少年在骂脏话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爱是最中等的 因为他们其实平常啦 我说他们如旧国家是因为 他们骂人家什么 你是猪吗 你是笨蛋吗 之类 他们都归类为脏话 这样就是脏话 大家里面如果常常会听到一些什么 腿鸡 腿鸡就是猪 然后popo就是 笨蛋嘛 对 然后这种他就说你是在 因为不能说脏话 就在骂人 人身攻击 对就是你不能随便骂人 其实就很像爸爸妈妈在管小孩啦 我们小孩如果骂人家是猪 然后骂人家是笨蛋 我们就说你们不能这样子骂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有点像 但这是 哦好吧 对 有点管太多的感觉 对然后你看他们就是 所以他们韩剧里面很常出现 比如说什么 狗仔子嘛 对然后我们会以为他只是狗仔子 他说其实那很严重 他意思其实是说 哦你爸去上母狗 或是狗去上你妈 之类的意思 我们是什么 狗娘养的 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翻译好像会讲这种 对可是我们 我们每次看他狗娘养的 我们也不觉得他有 是这么严重 我们没有觉得有这么严重 对但是我觉得韩国人 把他看得很严重 哦 对然后 所以他们里面很常出现 就会这种比较 什么腿肌啊 啪啪啊 然后腾心 腾心的其实 腾心其实也是 腾心好像也是类似那种 就是就是脏东西啊 混蛋之类的意思 然后还是傻瓜 笨蛋之类的 因为青春时代里面 超常出现腾心的 然后这种就是 对他们来说 已经在骂人了 然后他们戏里面都会 就是劝戒朋友 哦你这样没礼貌 你不要这样子讲人家 对 然后所以 听起来 我觉得啦 大家会觉得台湾 脏话很多元 一方面是因为 我们的脏话听起来 就是比较有power 对就跟广东话 一样的感觉 因为 我觉得就是因为 我们选到的那个字 就是很赞 就是干 感觉就很有power嘛 对 四声就是会有一个 用力讲出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因为韩国就这么 就一直在那边起 戏斑 对对对对 然后其实你可以去 就是深入去 了解一下 其实那些脏话都超脏 哦 然后只是听起来 没有那么有power 可是因为像日本 真的就没有什么脏话 因为还蛮多人 在学日文的时候 就会特别问说 日本就是有什么脏话吗 如果一直到骂人的话 就是bagajaro吧 那个其实也还好啊 对对他们来说 可能很脏啊 好像是混蛋之类的 对对对对对 因为因为我后来 查了一下 他们就是也有人 有这个疑问 然后还去做街坊 然后温度上的人说 你觉得最脏的脏话 是什么 然后他们就会讲什么 kutsu 就是人渣 就是骂你是人渣 这其实在日剧里面 还蛮常听到的 然后bagaj它也算很脏 但我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听起来 一点也不脏 对 对我现在有看到 其实我也很常 在韩剧里面听到的 就是其拉 其拉 你应该唱 其拉 其实它只在骂你惨废而已 哦 就你废物废人这样而已 对就跟kutsu差不多的感觉 对可是你就会觉得 它听起来比较有power 就比爱是有power 我觉得啦 然后或者是 有一些 比较偏 有一点带方言 就是会常常骂香 什么香 应该有听过 一直香 然后它其实有点 像你婊子的意思 哦 对其实他们蛮常骂的 只是你会觉得 爱是比较 就听起来就真的还好 对 然后你看像日本什么 就是它会骂你 臭八怪 对 就是你长得很丑这样 然后不然就是 叫你去死 对 但是我觉得爱是 在他们的用法 其实比较像 我们常常会说 干你 听不懂 是说干你给我过来 就一直用干 当连线一词 就是 那个已经算是一个 语助词了 但是你用爱 会比较好连接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 所有的那些都很难念 你也不可能想 然后这样 那我真的觉得 他们的 好啦 日本真的是 没有什么脏话可言 我觉得 就是他们觉得 很严重的脏话 像我看到里面有一个 他们去采访 就是有点 类似YouTuber 嗯嗯嗯 然后那个YouTuber就说 蛤这样好吗 我觉得在 那个这样子 你播出来 应该会被禁播 会被红标 然后我想说 哇靠终于要出现一个 什么很脏的脏话吗 结果他就说了一个 Unko Yaro 就是 变变太郎 哈哈哈哈 还好吧 听起来蛮可爱的 对啊 这就让我很像 我们上次讲 哪一部的那个 哪一部的那个 色情画面 才上警语 哦 没有 就那个啊 不能相爱的两个人 对 对 就明明没有什么 然后他也要上警语 说本集有色情画面 没有 他们两个只是躺在床上而已 你还不如不要警告我 我还不会这么失望 警告 以下会有 就是咒骂的画面 所以我就叫人家变变态了 真的 好 我再看一下 只有爱跟西把 比较那种干的感觉啊 嗯 我懂 对 就是比较简短 然后你又这么 变变 哈哈哈哈 啊变 啊变 变 对 因为他们一直讲 就是 有种很不耐烦 觉得 就是他很想要摆脱 这些人的感觉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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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 就才会比较有骂脏话的样子 对 不然真的 我现在看到这里 其实 大部分都是骂人家笨蛋傻瓜 对啊 就好像真的 没有到很脏的那一种 对 可是其实全世界都一样啦 就是全世界到最后呢 就是人身攻击啊 对 然后都是要问候爸妈 对啊 对 因为这样子 好像才有侵犯到那个人的感觉 对 但是其实他们真的比较 不像台湾人这么直接啦 台湾人直接就是会去弄人家妈妈 对 那他们是用 你是就是狗生的 或者是什么 很转弯 你还去想一下 你的妈妈是狗狗 对 你还去想一下说 这是在骂我妈 还是在说我妈跟狗一样很可爱 对 差别在这边 他们比较迂回一点 他们真的比我们还要儒教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他们有非常多东西 就是真的很超迂回 对啊 像台湾人就是很直接异动 然后大家就觉得说 哦这个就是这么的脏 我们没有什么疑问 对对对对 就很直接就是 哦好这是在骂我 没有错 我没有误会 对 然后就连台湾豪 就是那种脏度比较次等的 比如说靠北靠布 嗯 你也都知道说跟你爸妈有关 对啊对 然后你这样靠腰 那也是因为 我断下肚子饿就会烤嘛 都很直接易懂 对 对 而且好像台语的脏话 又更能传达出那个生气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哎我真的害我想要分享一个很好笑的笑话 你说啊 因为之前就是我朋友就是算是那种 就是外省第二代 就是爸爸是直接跟 就是那些 哦对 就是外省兵的那种 对就是爸爸是老兵就对了 所以他爸的那个相应就蛮重的 嗯 然后有一阵子他们家就一直 接到那种诈骗集团的电话 你爸或是骚扰电话 反正就打来之后 你怎么跟他喂 嗯 然后他都不会讲出声音 嗯嗯 然后他爸一直 因为他爸平常都 白天都在家嘛 对 他就很困扰 嗯 然后有一次是我跟 我同学都在他们家 嗯 然后他爸电话接起来的时候 他说 就说你一看 就是这个 然后他五朋友 赶快把电话拿起来 就说 对啊 然后就挂掉 然后听起来就很爽嘛 然后后来有一次 后来他说 他后来在表演给我看说 我爸后来就一直在期待那电话 他已经学好了是不是 对 学成归国 对 我爸很想讲那个暗阴阳以外 然后 但那个人就再也不打来了吗 没有就打来了 然后你看 这个东西真的要台湾人的精髓才可以 要有一个那个气势 没错 因为他就听到 他亲个听他爸接起来 然后他就听他爸说 干你老婆机外 对不对 就没有那个feu了啊 整个feu都没了 所以台湾才真的是世界彰化第一名 对啊 就骂起来才有feu啊 才会有真的有在骂人的感觉 对 因为他爸在旁边听他骂的 就说 哦 那你很爽耶 我也要 对嘛 所以他也有感受到那个气势 所以他才想学 而且他真的骂了以后 你有发现到他已经努力 他很尽力了 好好笑哦 他真的就是你对台语不熟 真的没有办法抓出那个精髓 对 因为台语真的很吃那个气靠 对啊 然后你顶多可能可以把三个字罵得很透彻 对对对对对 但是你知道五个字那真的很难学 笑死 哦没有这六个字哦 哦这就是更进阶 从此就是开始进修台语脏话 真的 所以也不错啦 因为我们听众很认真 我们这个问题 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 更有信心 至少骂人不会输啦 好啊 然后我们上一集有聊到说 就是最近在NIFT上 有出现一部台湾之光 对对对 因为它其实 诶是今年上的吗 我有点忘了 哦是今年 好像是今年 那时候上电影院的时候 其实大家 我就一直看到有人在说 就是很可怕很可怕什么的 对 然后那时候想说 到底是有多可怕 没想到它现在受到 全世界的肯定 真的 全世界都想说 哦有多可怕 我来看看啊 对 它好像是 NIFT是全世界的排名 对是全世界 就是非英语的电影排名 第四名 好厉害耶 很强耶 然后因为我们 我原本只是一直听在 它说它可怕嘛 嗯 然后也是因为就是 就是 马妹他哥哥 跟我们分享说 他那个是一个台湾的真实故事 对 我其实不知道耶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 就是他自己 自己创作出来 这个故事 对然后因为 他又讲出了两个 就是我们两个 会有兴趣的 那个keyword 叫做 邪教 对 哦是哦 是邪教哦 台湾有邪教哦 好像很不错哦 然后凯特就当场 就是Google 发现这故事超可怕 真的 这个凯特来讲一下 好 发现他的故事就是 发生在高雄嘛 对 然后好像 那一家的 好像本来就很迷信 嗯嗯嗯 对 好像就是 好像生命也不会去看医生啊 一定会去 跑去庙里面 对 那但是 不知道为什么呢 他们家的姐姐 嗯 就是大姐 然后有一天接了一通电话之后 就开始一直keydown 嗯嗯嗯嗯 对然后他keydown 就是一直自称 自己是观世音菩萨 对 对然后从此呢 就 家里就一个一个开始keydown 对就好像 就很像传染病一样 对 全家人就都 开始 对 一样的行径 他们全家人也才六个人 嗯 然后每个人就是一尊神 哈哈哈哈 就每个人个别说说 我是三太子 你是观世音 然后每个人都觉得 对方是中邪 哦 对 就是 很不解说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因为如果是中邪 通常就是一个人嘛 对 就怎么会变成是传染式的 对 那他们为了要帮彼此 驱邪 就彼此攻击 对对对 然后就好可怕 然后他们就是 而且他们就是 完全就觉得 就完全不信任 人世间的任何东西吧 嗯嗯 不信任人 然后也不信任食物 对 他们不吃饭 他们一直喝胡啊醉 对 然后可能因为他们又不出门 嗯 可能最后连胡啊醉都没得喝 嗯 居然就互相喂屎欸 对 是 大便的那个屎 对啊 有 哈哈哈哈 有未成年在旁边 快吐了 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真的光听就很可怕 对 你要演出来 我能了解那个可怕 对 而且因为我哥总的就一直在强调说 就他拍摄的时候 是用第一视角 对对对对 你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是你本人在经历这一件事情 对 哦 马哥哥真的不停的强调第一视角 对对对对 因为他想要我们感同声说 我跟你吃饭 哈哈哈哈 然后 好 反正这个鬼故事最后就是 他真是鬼故事 我真的比鬼还可怕 对 但因为他们一直想 因为他是邪教 所以他们一直说是恐怖骗不是鬼骗 也是也是 也的确啦 他是他恐怖在人 对对对 对因为人疯了真的比 比鬼还可怕 好不好 因为鬼还没有办法直接直接刺伤你人而已 然后他们就真的互相在自己想残杀 就是去捅对方啊 或者是拿香去吐对方 因为他说你中邪的我赶快拿香救你 我要帮你驱魔 对 他们就要互相驱魔 又互相喂食 然后整个封道 你看他们这个状况 又没有社福机关可以介入 对 对因为他们除非我家人去报 说我 他们全家人都中邪 没有人会去报案啊 所以他们邻居超出 他们邻居都不敢回家 要是我我也不敢回家 吓死了 对我哪一天跑进来我家说 要不然我驱邪我的戏啊 对啊很可怕欸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很可怕 对而且没想到就是就发生在台湾 对然后对刚才是讲到说 那个马哥哥就一直讲说 你们要想想看他是第一视角 对 他为了讲坟 然后一边就是我一边吃饭 一边遇到有人在帮我驱魔 他叫我跟着他这样做 对我说哦原来是减肥两片 这样我懂了 对我就马哥哥讲得很可爱 他就说你跟我这样做 他里面可能一直都有 因为我记得他们就是有 海报上面也有 就是有一个手势 然后他好像就是一直会叫人家 跟他一起摆这个姿势 所以然后我就懂了 因为我后来就是在看那个 因为本来对岸的那个豆瓣评分 你看对岸很高分嘛 对对对因为本来很高分嘛 就很多人看了盗版之后就是很气 就说为什么我要看这种片来诅咒我 对因为原来因为还是第一 就是第一人称的视角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一直有一种 被别人诅咒的感觉 他们就很气就现在豆瓣评分越来越低 对对然后但是好像也能理解 因为你也马哥哥都有这个感觉 他们就我就看到网路上有人说 就是如果看到版的会有诅咒会double 这不错耶 我说哦好吧那too bad 你们就已经被double诅咒了 真的就是因为你们看到版才会这样 对难怪你们感受特别强烈 对那真的很厉害 对因为就是中国还看不到那一杯雷 那你是去哪里看的 就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的片缘 对这个是我们昨天就是 还说真的要不是因为我跟就是马哥聊 对我们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到目前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打开来看 对那也没去看介绍 只是要说哦这身边很多人在讲说 哦真恐怖真恐怖 我昨天因为我昨天就是在我们的那个IG上面问 就是有没有人看了 然后他就说他看他把恐怖的地方都遮起来了 就是大概只看了三十分钟 他还是三天睡不好觉 然后我就想说天哪 他不恐怖的地方只有三十分钟 而且我听人家讲说很恐怖的时候 我就马上叫马妹去看 马妹说我喜欢看的是血腥 我说没有喷血 他这个是吃食 好像跟我要的不太一样 我要看血流程了 不是食流程了 对然后就马妹昨天听他哥讲话 说那还好我没有去大萤幕看 对啊我觉得就是在家里看当然还好 对对对 可是因为如果你去大萤幕 你旁边就是暗嗖嗖 然后又有第一人称的感觉的话 我会觉得很可怕 对但这是我相信啊 大家以前喜欢看什么真子啊 走远的人去看的应该会很爽 哦如果喜欢看鬼片的话 我觉得应该可以尝试看看 对然后就你们可以看到什么叫比鬼还可怕 对 就是我们 真的 你就是鬼可能还有一些解方 我觉得就是 对就是你至少还可以寻求 譬如说道士啊 或是那个宗教啊 其实说的也是耶 其实说真的就是 我旁边现在有个鬼 你一直在做鬼的 把他头发全部剥来前面 帮我们做效果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最恐怖的故事 这都是邪教故事耶 对啊对啊对啊 而且你会觉得就是说 哦怎么可能 这世界上会发生这种事情 对然后你就发 然后你真的发现 他们真的都被洗脑了以后 你就会觉得怎么那么可怕 真的 对 就反而人真的是 我觉得看完这么多纪录片之后 我觉得人真的是最可怕的 对你看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 就是不干净的东西 嗯 要鬼啊 那去都嘛去这一概啊 对啊 就是反正不管你要哪一个宗教嘛 对 因为就算你是什么天主教基督教 他们也有驱魔啊 然后我都帮你祷告 对啊 那我们如果是台湾道教佛教 你去拜拜啊 然后去就是帮你做法 什么都有 对就唯独你如果中了 就是被邪教洗脑 洗脑的话那真的救不回来 对那真的无救出 被帮你关在精神病院吧 真的 哦那一家人其实就真的 应该被强制送医啊 对但可能连警察都不太敢去 对对对对 太可怕了 这个故事真的很可怕 然后就居然可以 就是一家六口事情 可以搞这么大 真的 然后还被拍成电影 现在在全世界流传 对 哦这有点像之前 马妹跟我讲的 我到现在不敢看的那个印度 印度的吗 对他们家 我那时候也是想到这个 他们家也是有类似这样的状况 对对对对 但是人家比较好的事就是 一了百了 至少没有吃食 对 就全家一起死掉这样而已 对他们比较平和 就是也没有打架或什么 就是大家只是觉得说 哦我们自杀之后 可以到另外一个比较好的世界 对其实那个时候 这个故事已经让我觉得很可怕了 对但台湾 原来台湾更可怕 真的 对 好啊就这个 这一个就是喜欢恐怖片的人 真的可以看看 希望他可以挑战一下 我再考虑一下 我什么时候要来挑战一下 真的 还好 就连真的那个连外国人 嗯 看了这一部 对 就那一些不是信我们的 什么道教佛教的 都说看完就想去教堂收集 要喷福啊注意 哎我觉得超棒的 这真是台湾之光 哎我觉得这样子很厉害 因为难怪Netflix要买这么多 就是台湾的鬼片 因为其实回想都很大 对因为 也是啊 因为你很多东西是需要去习惯 其他国家的文化 对 或是了解其他国家文化 对 就只有可怕的感觉 不要 没错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就是讲那个真子的那一阵子啊 全世界都在缝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对 大概是这样 我们今天就先来回答 大家就是 关于韩国脏话 然后马妹帮我们补充一些日本脏话知识 对对对 虽然说好像很没用 对没有 马妹就证实了日本没有脏话 对我觉得日本真的是非常的有礼貌的国家 对啊 你在日本要骂人家 让人家比较就是感觉到脏 可能就要骂人家什么吃食和鸟 我们从奏学到的 没有就要叫你便便 他们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你那个垃圾渣 空蜜裤 对 就都很不脏 就是真的很不脏啊 对啊 都那种会 如果遇到像我们这种厚脸皮的吵架 帮我垃圾渣 我就垃圾怎样 您背本手 他们不要脸的人可能不够多 不像我们 对然后也推荐一下这个我们还不敢看的 对非常希望就是我们的听众如果有那种恐怖片爱好者 因为我们现在收到的回馈是他只敢 大部分都是跟我说他不敢看 对也看我们看得很爽的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我好像也有看到有人觉得还好 没有到那么恐怖的 哦真的哦 那种可能他就是 真的吃很重点的 真的 对就是要到那个死尿跟鸿鸿鸿在一起 哎那个啊 以前那个什么人心无功哦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他就也是也算是假赛啊 哦我没看 所以我也没看 我只知道我只知道这一部大家也说很可怕 对对对对对 但就是有点类似 但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今天得到的结论就是恐怖的极致就是大便 就是假赛 对我们来说原来这才是谁恐怖的事情 我一辈子都不想假赛 哦真的啊 我现在补充一个小小的就是跟恐怖极致的分享 因为我们之前就有个朋友 他就是去海龙部队 嗯 因为他反正 这么厉害哦 而且自愿去 哇 然后去的时候他妈就一直看着这个海龙部队有哪些操练在那边哭啊 因为听说他们要爬粪坑什么的 哦 然后他才安慰他妈说就是 你好你不用不用担心啊 现在你先改爬喷了 然后我就讲说现在没有比较好 可是你看 从这件事情可见恐怖的极致还是大便 对 屎是在最底层 然后喷就往上一点 你放心我们现在不爬屎只爬喷 好啦今天就分享一下这个就是恐怖大便极致给大家 对对对闲聊一下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或是希望我们这一段可以加场的话 你们就尽量来问问题 对对对对 那我们就可以多跟大家闲聊 对对对 好啊 那再请今天的贵宾凌凌帮我们呼吁一下 对不然他这一集没得讲话 他好像快睡着了 他只有在旁边害怕 说好恐怖别再讲了 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 请给我们五星好评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拜拜 拜拜